老鼠明年有文昌碎盒星 有病乎猶疫和抹月 明年老鼠有碎盒文昌 病乎猶疫和抹月星 老鼠有08年、1906年、1984年、1972年 以及1960年、1948年 文昌碎盒是人与人之間的合作 所以1906年的朋友未退休 1906年和1984年 朋友出來做事人与人之間的合作 是最重要是清清楚楚的 而1984、1948年和08年 那些老鼠明年最重要是留意身體健康 雖然2008年只有14歲 應該是沒事的 但是因為明年病乎日命 這些朋友有時身體會不舒服 就要留意一下 明年老鼠整體來說是合太歲的 1972年那隻老鼠明年 凡事都叫做有貴人 在事業上 他只要人際關係一好 他做事就無廣而不利了 我們叫做 因為他病乎入命 無論剛才我們所說的 1984、1948年 都要留意身體健康 而1960年那隻老鼠 給了一個意見 就是說合作性的東西 文件上簽署的東西 看多兩眼 或者會好一點點 而1996年那隻老鼠 因為他天合地合的問題 他那裡有文昌碎合性 所以他人際關係特別好 如果未結婚的朋友 就恭喜你 這些數字都是說 有機會認識到一些新朋友 拍拖 因為他那裡來講 都是說有機會結婚 那類的數字 所以明年老鼠的朋友 他合太歲 他最重要是留意身體健康 人與人之間的合作性 就要小心點 那就行了 我們要做